Hello,大家好,我是雨凤,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的布鲁斯里里小龙将要迎战一位非常厉害的选手 那么这位选手呢,来自加拿大,被称之为巨魔 这个大家听到巨魔这个名字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概念了 巨魔有很多 那么今天这位巨魔呢 不单单是一个身形强壮 身材高大的选手 他还是加拿大的这个特战兵王啊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啊 因为没有点实力是当不了兵王的 这个咱们都知道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李小龙将迎战这个来自加拿大的Blood Napa 这个加拿大的特种兵王 哇,6.3英尺,170磅 可以看到啊,他确实没有愧对巨魔这个称号 非常的高大 而且样子也是非常的吓人啊 那么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在这里介绍今天的比赛情况 我们的李小龙Blood Napa 对这来自加拿大的这个巨魔啊 加拿大的红发巨魔也是加拿大特战队的一个兵王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的李小龙在这里稍微热身一下啊 刚刚登台也是马上要开始比赛了 稍微拉伸一下筋骨 那这边巨魔的话也是非常这个活跃的样子啊 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一位选手 我们的李小龙今天也是一场恶战啊 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在跟观众宣告这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最后介绍一下双方选手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这位选手啊 6.3英尺,170磅 来自卡拿大 这个选手呢 哇 真的啊 这个样子就是很有压迫感 也被称之为这个人形巨山 他这个眼不发白啊 和这个特朗普有点像啊 你别说 和那个坐山雕啊 都是眼不发白 那我们的李小龙,布鲁斯利 来自我们中国香港 我们的华人之光 也是在UFC 拿到了连胜之王的称号啊 非常的厉害 布鲁斯的Dragon利 李小龙 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活跃啊 李小龙在国外的人气也是可见一般 非常的高涨 那这边的话 也是啊 我们的裁判 叫两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间 进行一个规则说明 双方碰拳 比赛准备开始 李小龙这一场 非常好看了啊 Fight比赛正式开打 双方碰拳 啊 李小龙上了一季之后直冲拳 很漂亮啊 又来两发冲拳 这个实际卡的很好 来了一个正灯 对手来了一个回手机 还颜色 这边的话是 亮了一边进攻 一边往后拉扯啊 哇 一个左勾手 左勾手啊 李小龙这边吃了两发之后 哇 瞬间躲过一张连续打出两发冲拳 再加四发冲拳 这一季组合剧打出来 对手是已经亮亮呛呛的不能站稳了啊 非常的猛 这一瞬间可以看到李小龙在一秒钟出了五拳 这边的话又是一个右边腿 再加一个西肘 想要再次进攻 对手是给李小龙打断了 踢一下对手的左膝盖 李小龙这招打得很漂亮 那对手停滞了进攻 一个回手机 对手还是上钩拳 左勾拳 一个重砸 垂了一下啊 又来踢一下 李小龙这边又是一个右边腿 防守住 还是在找机会 李小龙回踢 对手防得很严密啊 哇 一个回手机 砸到 这一下很重啊 来了一发连环的突击拳 对手的话是没有防住 再来一个正灯 又来了一个右边腿 这一场的话 这个巨魔 感觉被李小龙这些招数啊 弄得眼花缭乱 不知道该怎么防守了 两人这边上钩拳 再来右边腿 回旋右边腿啊 这一招有点过于华丽了 一个左踢 来两发左右勾拳 来了一个右 右杂拳啊 对手的话 还了一个左勾腿 两人这边 毫无 毫无意样啊 继续战斗 没有任何问题 躲过一招之后 连续两发下钩虫 一个右边腿 两人再次会撤 这一场打得有点太漂亮了 李小龙 进攻 回撤 都拿捏得很好 来了一个直周拳 又躲过两招 哇 这个左招太漂亮了 一个上钩拳 再加一个左边腿 接住一腿之后 一个上钩拳 哇 李小龙 这一场展现了自己的速度 还有技巧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一场比赛太精彩了 可以看到李小龙这里 万一要躲过一招之后 上钩拳带走对手 而这种操作 在这一场比赛中 为我们展现了无数次 躲过了无数次的攻击啊 李小龙 而且还有一个一秒五拳的 名场面 哇 太漂亮了 李小龙 这一场比赛啊 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Oh my god 太帅了啊 这一场 真的是打出了世界级的表现 那么也是恭喜龙哥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